如果一个真爱自己男人的女人 看着一个男人整天眉头紧锁 她拥有的是关心 是心疼 而不是嫌弃 她平时在家待着呀 在家待不是常态呀 我们两个之间有很多生活习惯呀 包括想法呀 上面东西都很不一样 我也懒得跟她说 有的时候她就特别磨人 她给你一种爱的压力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很难去 去接受她 她这个给我的感觉 我没有感觉到爱的压力呀 哪一部分是爱的压力呀 平时在家的时候 就是她会对我过分地关心 就有的时候我特别累 下班躺在床上也不想说话 她就过来 哎那个你去把那个脚洗了 或者说那个你去干嘛干嘛 把那个桌子上面东西收一下 我说我现在就要躺 有十分钟以后收 然后就开始在这屋里转呀转呀转呀 然后也不说怎么了 我说我一会就收 你就现在就不能收吗 然后就一直这样 然后有一次 我说我想休息一会再去洗漱 直接就把水水杯直接就给你端过来了 我当时蒙住了 不是感动吗 我只是想休息一会儿 你现在还要我再坐起来 再去弄这些东西 你看看听明白了 这男人和女人想法不一样啊 您把这个幸福的事 全当成压力来看了 那可怎么办呀 老师们怎么看呢 对于男生来说 你要明白一点 一个人的表情是你和对方的第二语言 当你皱着眉头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这些事情在对方的心目当中 已然是抹上了阴影 就是你的面容已经告诉了对方 你现在的状态 所以你做什么 带给对方的都是负能量 对于女生而言 你有没有感觉你今天 好像有点鸡蛋里挑骨头 有了爱就有了理解 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这么焦虑 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这么保守 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 内心会这么缺乏安全感 当你有了一种理解之后 于是理解又产生了更浓重的爱 但是你内心现在没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对他的爱 少了一些 甚至我认为你没那么喜欢他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真爱自己男人的女人 看着一个男人整天眉头紧锁 他拥有的是关心 是心疼 而不是嫌弃 今天做选择的是你 不是他 自己想明白吧 就这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决定吧 请开门